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跟耗子见了猫一样啊 怎么 这位兄弟很厉害啊 冯鬼手闻言 压低声音向我们说起了其中的缘由 吕素此人严格来讲并不算是职业刀墓贼 他行事低调 平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 也不知在做些什么 只偶尔才会干一条 从他手上出的几乎都是杀头火 手中一柄钢刀 降妖阵鬼 身手了得 其指过人 最难得的是啊 很会来事 无论男女老少 跟他相处起来都是如沐春风的 因此 吕素的身手和本事倒还是其次 真正可怕的是他背后的人际关系王 他钢刀再厉害 总敌不过枪吧 你可以一枪崩了吕素 但他一死 他身后那些人际关系 就会像一张带钩的大王朝你招过来 钩得你浑身血窟窿 那种惨劲就别提了 因此 行列的人提到吕素 都有三个印象 首先是可怕 其次是神秘 再然后 则是他那一身本事 此时 便听男人灵说 不错 其余人倒还好说 关键是吕素不好对付 年长的女人微微沉吟 周梅说道 咱们这一次行动机密 若吕素死在斗里 神不知鬼不缺 倒也不用怕的 不过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事还是能避就避 逢鬼守闻言 压底声一说 这老娘们恶毒得很难 他们人多势众 手里有枪 咱们不要正面冲通 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 为了防止被发现 我们止住了话头 便听那女人又问 除了这三个还有谁 任灵说 据说还有两个人 但名号还没打听出来 不过 听闻其中一个 是鬼王陈思远的后生 鬼王 女人皱了皱眉 说 什么鬼王啊 不过是个贪生怕死的叛徒 我乍然听到二人提起爷爷 不由得竖起耳朵仔细听 看来我爷爷的名气还挺大 难道这女人知道些什么 正打算多听一些 忽然间 便听其中一个男人喊道 老子你怎么 这一声十分突兀 将我们所有人目光 都吸引过去了 只见那牧师角落出 一个男人 大约是在摸东西 结果忽然就倒地 浑身抽搐 竟得另外一人失声喊叫 很快 人灵一伙人就围了过去 吵吵嚷嚷 围成一个大圈 由于未知原因 圈中情形 我们一时也是无法看到 只听不知谁说了一句 不好 好像是中毒 杀了我 杀了我 围成的人墙忽然被撞开 只见倒地的人忽然冲了出来 瞧见他的一瞬间 我就浑身冒起一层几笔疙瘩 那人脸色苍白 神情痛苦至极 嘴里不停地叫着杀了我三个字 好像痛不欲生 但他表面并没有明显的外伤 唯一可怕的事 便是他的两个眼睛 眼角处 各掉了一串白花花的东西 仿佛是两条虫子一般 伴随他的跑动摇摆 便钻进他的眼中 完全消失了 随着虫子消失 又间隔不到几秒钟 那人便轰然倒地 身体一抽 没了动静 之前那阴沟鼻的汉子 立刻叫道 不好 这些名气有毒 一时间 现场情况混乱不堪 逢鬼手大害 赶紧去看自己的手 直到此时才发现 那薄薄的手套 不知何时 竟已经变得乌黑了 他吓了一跳 赶紧脱了手套 反卷起来 塞入背包里面 心有余悸地说 好险好险呢 我今日是阴沟里翻了船呢 若没有这双手套 怕也要落得同样的下场 我听得一阵后怕 之前若非认灵异性人突然出现 我和豆腐也早就徒手去摸那些陪葬片了 想不到这些东西上面居然有毒 豆腐怒道 这公主也太缺德了 怎么竟耍一些不阴不阳的手段呢 又是养尸局 又是非仙壁画 现在还搞出一堆带毒的宝贝 这多糟大东西啊 冯鬼手说 薄脆毒不是什么稀罕事情 你怪我一时大意了 不过我看他们不像是中毒 倒像是中骨 骨 旁边顾文敏一愣就说 还真有这东西吗 我以为只存在于电影里面呢 湘西多苗人 湘西三邪中 其中之一便是苗骨 这个戈尔公主葬于湘西 想必修建牧师之时 不乏由苗人参与其中 设下毒骨机关害人呢 人灵那一批人 除了他和那年长的女人 其余人几乎都碰过 墓室里面的东西 转瞬间 剩下四个男人 也纷纷出了状况 一时间残叫声不绝于耳 此时盐筐中 皆有白虚异常的害人 骨 上虫下敏 从字面意思来看出 是只被人养起来的毒虫 苗人擅长养骨和放骨 其中广为人知的便是相思骨 这种骨大部分人都听说过 因为电影或者是小说中 喜欢用来做穴头 传说相思骨 由苗家未婚女子 以自身精血未养 成亲时便下到丈夫身上 若丈夫有出轨行为 相思骨感应到精气 便会钻入男子会音之下 试药 将男子咬成太监 这还不算完呢 骨虫一路上行 逐渐啃食内脏 重骨之人痛苦不堪 当然 若男子忠诚 则骨毒一辈子不会发作 神乎其身 我心想 刚才看见的两条白色虫子 没准就是骨毒 想起那种惨状 便感觉眼眶发痛啊 不由地揉了揉眼睛 温性缝地说 那这骨虫该怎么避开啊 应该是通过触摸名气中国的 好在刚才只有我摸过 而且还被金刚掏给隔住了 向来无事 说完音效了一声就说 这叫老天有眼 当他们这几个手下一死 我要这两个小婊子好看 估计他还惦记着 人灵说他是走狗的丑 不笑片刻 原本还活生生的几人 全部倒在地上 变成了死尸 这感觉和之前看到 那些殉葬的死尸又不同了 那些尸体毕竟早死了几百年 而这些人却是活生生地死在我们的面前的 要说没有心理冲击是不可能的 接着下方昏暗的火光 我侧头看了看豆腐和顾文敏 豆腐只是叹口气 毕竟是男人 向来神经粗 倒是没什么 只是顾文敏有些不忍 漆黑的目光中透着怜悯 我安慰他说 你也别往心里去了 这些人之前怎么说的 你也听到了 他们刀口天血 杀人不眨眼 也不知背负了几条人命 算是死有余辜 不要放在心上 顾文敏文言 默默地点了点头 而此时 人已经死绝 那任灵脸上表情可想而知 精彩之极 想起他之前 三番两次迫害 我真有顾 想拍手撑快的程度 这时便听冯鬼手 耳语说 提在明 我们在暗 正是下手的好机会 陈兄弟 你的枪呢 我虽然手狠 但杀人这事 还真是没做过 一时有些犹豫 冯鬼手怕我心软 立刻说 刚才你还劝顾小姐 这会儿怎么自己糊涂了 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他们可是有两把枪 而且枪法有准斗 明斗起来 咱们就算四个人 也是要吃亏的 他这么一提醒 我不禁想起 人灵杀林胖子的手段 心智 冯鬼手说的没错 这女人外表美艳 心如蛇蝎 对她绝不能心软 否则 一旦双方照面 我们只会吃亏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若我一是心软 自己被人灵害了 也倒罢了 岂不是还要因为我 我的心软 去连累豆腐和顾文敏吗 这么一想 我什么顾虑也没了 深吸一口气 心头一黑 起了杀气 当下便去摸墙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手扎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